現在要跟大家分享 製備Milatamycin-C Milatamycin-C我們使用的是Fisher這個牌子的 一個罐子裡面呢 是有 10mg 有10毫克 那根據我們查到的資料 它的溶解度是 1mg可以溶在1毫升的液體當中 那像這個呢 我們把它拿出來給鏡頭看 這裡面有一個非常小的小點 我不確定攝影機能不能看得到 有非常小小點 應該就是這一顆 好那 現在呢我們在進行當中 第一個我們使用純水 無菌的純水 我們使用的策略呢 因為它非常的小 不容易用我們一般化學的方法來進行定量 所以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會利用Pipetamon把純水加進去 慢慢加 總共加10次 加進去 稍微Pipetting Pipetting 稀放稀放之間 再把它吐到我們的管子裡面 這樣 累積到10毫升的 的量 這是阿元最常用的方法 因為我們不可能把它弄完以後去做定量體積的 而且另外一個 大家注意到的事情是 這個有毒 這個有毒 所以你看阿元戴手套 而且主要工作區域把它鋪一個鋁箔紙 好現在來開始進行 那阿元習慣 在不同的用途的時候 我們會用不同 顏色的 不同顏色蓋子的離心管 而且我會用不同色筆 像這個是綠色蓋子 我用藍色筆寫 Pure Water 這個呢我們就會寫 Metamycin C 可以簡寫為MC 今天是2014年9月3號 那 日期 品名 濃度呢 是預計我們製造一個 mg per mL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做多重抗藥性病炎菌的 誘導它的Prophage的時候呢 它需要到的final concentration 是一個 microgram 所以是它千分之一的量 好那我們先來自備這個 先把這些都鬆開 好就在這邊 這個瓶子的容積我個人猜測大概是2毫升 但是我依然 會使用1毫升的量 我這樣充下去 敲下去的時候就有看到 我看到這邊四管邊有沾一點黑黑的 然後這邊會有他浮起來的 我就慢慢排配挺 盡量把懸浮都吸起來 好 接下來好玩的事情來了 我要用同一支排配的去吸他 然後污染這一層缸的水 還是我換一次tip 這上面還沾有一點點的 那就看各位的目的 因為像我這邊的水如果不用其他用途 只是給他用的話我就不用換tip 好那現在我選擇用這個做法因為這個 這個是我這次用來專門用來做 PREPARATION OF MENAMIZING C 剛已經加了1毫升 我這邊可以看到裡面懸浮物 慢慢的讓他 溶掉 好這邊是2毫升 喔這邊看起來有微微的紫色 好一樣 OK好 三毫升完畢 再來 4毫升完畢再來 像我剛才在一直做一個動作就是 比較從尖端的地方把他的管壁給衝下去 從瓶蓋的上方 如果說他有附著物的話 升完畢 6毫升 像我這邊 在融的時候就看不到他的懸浮物了 7毫升 8毫升 8毫升 蒲reno 浕 7毫升 六平 7毫升 手 OK 完成 在裡面我可以看到那個一個很大顆的Mind My6C還沒有溶解掉 所以這邊慢慢的排配挺 那根據我買的是Fisher的如果是其他品牌的話 他會提到說可以溶在乙醇或者甲醇裡面 那在2006年07年阿元在美國做的時候 直接就溶於純水只是要點耐心讓他全溶掉 那這邊我不打算用那個Vortex去加速把它溶解掉 好那一樣小心因為這個是有骷髏頭所以我們事後再處理 包括這個Tip跟這個已經被汙染的純水都要另外再處理 好那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的那個Solution有一點點微微的淡紫色 那我稍後就慢慢把它咬到完全溶解為止 好多蠻好的 芮 City 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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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